主料,鸡蛋300克,低筋面粉90克,砂糖25克,砂糖50克,牛奶40克,玉米油40克,可可粉20克,泡打粉3克,小苏打粉2克,盐3克,主料,苦甜巧克力,琥珀桃圆,草莓罐头,糖粉,大奶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-2小时。 先烤好一个8寸可可蛋糕胚,做法就不详细介绍了,这里重点介绍巧克力产化装饰,将蛋糕胚晾凉,粉3层备用,苦甜巧克力切碎,喝水加热融化,水温不要过高,将巧克力溶液一部分倒入干净的市面上,如果冬季市面太凉,要用喷枪或电吹风吹热,用抹刀快速抹平,不要等全部晾掉, 迅速地用铲刀从右边开始铲花,右手握住铲刀柄,左手手指,按住铲刀平,从左边一脚,从自己一端迅速向前推出,就得到一片花瓣,所以这一步没办法拍PP。 制作好的虎铺桃圆亮亮详细做法,在1760000号Ripfly,用刀切成碎粒,蛋糕胚,一片上夹打发的奶油,放上罐头草莓,重复两次,最后用奶油抹面,在抹好面蛋糕胚中间积上一堆奶油,要堆成山形,将巧克力花片一圈分层,插上成一朵立体的花形。 在最顶端要用比较倦的铲花,做出类似花蕊的效果,在蛋糕四周沾上琥珀桃圆碎,可以全部沾满,也可以只沾下半部分做最后修饰,如果蛋糕表面边缘暴露多,可以奶油表花装饰,当然,也可以在组合花瓣时,就将表面全部覆盖,还可以在巧克力花朵上沙灶糖粉,营造梦幻效果。 烹饪技巧,在制作巧克力产花的时候,如果在冬季,石面温度太低,则要用喷枪或电锤风加石面表面吹热,加温,这样巧克力溶液不会太快凝固,影响操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7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